字幕提供蕙申系列第四集 大家好,今天這條片可以當成蕙申系列第四集 但今天主要不是說蕙Sir 而是說蕙Sir揮夏 自從從1986年加盟蕙申主教練之後 他陣容夏最佳11人 這個題目已經很久之前有網友提議我講 最近又多了人這樣講 我們趁這個沒有英超踢的時候 就講一講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其實很長 每個位置都要講11個人 但其實還要討論每個位置可能多過一個人 所以我相信都要分兩三集 這個就是第一集 為什麼我只講廢價信揮夏的人 不講廢價信退休之後的 莫耶斯或者雲高爾那些 又不講以前的人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 有時足球不同年代之間 是很難直接比較的 例如比利 當年幾十年前 他入球是一千多球的 但是你今天說 斯朗強一點還是比利強一點呢 其實你比較不了的 整個年代不同的 他的踢法完全不同 好像五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在踢四五個前鋒 陣容是不防守的 當然入球一定比現在更多 所以對後衛又不太公平 所以最後我決定選了 1986年到2013年 大概是27年的時間入面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為何做這段時間呢 當然都是球迷 我們很多的聽眾 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紀的 應該說回廢價信 年代會更多人聽 我自己說 我都熟悉一點 再舊一點的 我不是很能說到的 其實我都是 我都是找資料說的 沒意思的 對吧 好了 說之前 有兩件事是必須要去釐清的 要說清楚 什麼叫做最佳 我自己的角度 要去選擇一個最佳的球員 其實很難的 大家都知道 馬聯很多公分的球員 每個位置 不同的年代都有頂級的球員 當然我們第一個標準 一定要自己踢得好 肯定要是當時位置上面 一個頂級的球員才行 又要有些特色 你能力上不能太平庸 譬如你射球很厲害 或者你罰球很厲害 都可以的 至少有些是很突出的才能 才可以叫做最佳的球員 第二項 一定要贏得多冠軍 我相信這個 不是很高難度的 在曼聯過去這麼好的成績 很多球員都會獲得很多冠軍 但是最好 都要獲得歐冠 我才會列入他做最佳的球員 所以伊巴就沒有忙 就算他在快甲順輝下 踢過也沒有用 當然他沒有 第三項 如果你再分不上 每個人都踢得很好 又獲得很多冠軍 我覺得最後要分辨他 誰是最佳 就要看他有多長的巔峰期 就是曼聯踢了多久 有些球員可能一兩季都踢得很好 但很快就沉淪了 可能會減少少分 我們憑這三個條件 我們又去選擇球員 我選擇的球員 是我個人的喜好 大家可能都會有大家的選擇 不妨在下面留言 可以解釋一下 為何你覺得球員對還是不對 好嗎 還有一件事要說 就是要選擇陣容 其實肺甲信 肺罪爺 踢很多陣容 舊時代 踢多些4-4-2 之後中後期會踢4-3-3-4-2-3-1 但我自己就傾向選擇4-4-2 這也是個人喜好 主要原因就是 我覺得曼聯太多好的前鋒 要你說要踢一個前鋒 選擇一個 很殘酷 我覺得自己太殘酷了 所以就踢4-4-2 好嗎 我們首先說 說龍門先 由後面開始講起 27年那麼長的時間 原來有超過10個正選的龍門 即是 未必一定是踢很多櫃 但踢過正選一段長時間 都會有10位 原來我們的龍門位置 這麼多年都是不穩定的 現在我們有羅美路 有Din Hinder Sun 迪基亞 其實真的應該要 要資足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球隊 現在的龍門都不太行 大家都在找龍門 找得很辛苦 其實由1986年開始 即1986年 到1991年 即差不多到英超元年的時候 我們的龍門位置都很不穩定 當時的戰績都很不穩定 即是叫做 五五年就沒有獲得過一個冠軍 所以龍門好不好 其實都很重要 最大的轉捩點就是 1991年 即是1991年 輝格遜做的第五年的時候 就買了這個蘇米糕回來 蘇米糕大家應該都認識的 應該年輕一點的球迷都聽過了 這個蘇米糕 其實當年來頭很小 沒有什麼名字 是在丹麥當地聯賽才有些名氣 但是叫做很高價 當時五十萬磅買回來 其實整個媒體都嘩然 就是什麼水來的 你買個什麼人回來的 誰知道他一踢就踢了八年 八年拿了五罐三牙 即是英超八年 他贏了五次 又是獲得歐聯 之後自己也獲得很多個人獎項 之後1999年他就離隊 但又有幾年 又是很亂 龍門有很多個巴夫斯 保利斯治 那些 基本上都是很不穩定的 又是2005年 到我們那個沙爺 雲達沙加盟之後 才有好日子 又是一段六年的時間 拿了四次冠軍 所以說來講 龍門其實只有三個人選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就是宣慰高 第二個雲達沙 第三個 你勉強計算我們現在的迪基亞 也算是非常買回來的 但是迪基亞 我認為跟前兩位的前輩 就完全比不了 因為你計算費格遜的年代 其實迪基亞只踢了兩年 那兩年其實他都很幼嫩 那些高球都被人欺負 特意放前鋒 站在他旁邊 他就碰不到球 就失球了 那兩年他絕對都不是頂級水準 那雲達沙和舒米高 怎樣選擇好呢 兩個龍門都是頂級的 這個慕容之宜 沙爺拿四個英超 舒米高拿五個英超 不相百中 大家都帶領球隊拿歐冠 但是雲達沙 在我風格上就不夠 舒米高搶眼 但也有自己的風格 即是沉穩一點 指揮防守是厲害的 還有他的高空也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很高 高度夠了 那麼 舒米高的出名 就是他那些大字形的撲舊 即是1on1很厲害 都很多神舊 這款雲達沙就不太多了 雲達沙主要是靠站位的 風格上兩個完全不同 但是你都很難說哪一個是更加好 即是有時候你龍門不同風格都可以很厲害 你看現在的紐壓又是完全另一種風格 那麼個人的獎項呢 我看過他們兩位都拿了英超的最佳門賬 也都拿過歐竹聯最佳門賬 即是他們大家拿的獎都差不多了 其實都是可以拿的東西都拿了 但是你要我選一個 我自己覺得舒米高會比較清潔 我認為我永遠都會選舒米高 就算你後面有多少好門賬 你說迪基亞 後面現在再拿多少套戀 都是舒米高最強的 我自己覺得 有一個比較客觀的因素 就是他拿過一次 這個叫做英超最佳球員 即不是英國職業球員工會的獎 就是去年雲迪克獲獎 即是英超最佳球員 其實史上二十多年英超賽季 只有一次龍門獲獎 就是舒米高 即是他在95、96年那一季 拿到最佳球員 我相信這個是對門賬的最大的膨獎 你要跟一個前鋒去比拼 拿這個最佳球員 其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 即是非常出色的球員才拿得到 即是當季我查看 原來舒里亞入成31球 英超入球 都輸了給舒米高 所以其實舒米高 我認為一定是一個 史上最佳的門將之一 即是萬聯以外 我們欣賞一些 他當年出色的撲救 大家可以看看 好 好了 左閘了 下一個位置 我們講完龍門 龍門選了舒米高 左閘比較簡單 其實左閘在過去二十多年 又不算太不穩定 即是不是不停地頻繁換人 其實主要只有四個人 第一個是艾雲 第二個是菲利仔 菲利利 第三個是牽絲 第四個是艾夫娜 只有四個人選 比較容易選擇 我們先講一下菲利仔 菲利仔 我沒可能會選擇他 雖然他是主力的 左後衛踢過 但其實他叫萬聯的青分親生仔 如果沒有這個資格 我相信他不能留在萬聯那麼久 他也叫做踢了萬聯十一年 其實都是只有兩年左右 真的踢正選 即是當年艾雲是長期踢正選 到艾雲老了 三十多歲 離開了 菲利仔踢了兩季之後 又被阿費尚買個新的左閘 阿謙斯回來 又取代了他 他就沒有不久的將來 就被阿費尚買去愛華頓 其實菲利仔沒有什麼特別出色 即是穩穩穩 速度又不太快 但斬球又不是很厲害 可以踢輪環 有時可以踢防中 那些多個位置的萬金油 最佳就不輪到他了 那牽絲呢 即是取代了菲利仔 那牽絲一定比菲利仔 這個我覺得無用置疑 當年他加盟 即是一來到第一季 就拿了我們對內最佳球員 這個就不是英超過 即是迪基亞連續三年 拿我們的萬聯最佳球員 那麥巴士比爵士的最佳球員 但是牽絲呢 我自己記得印象 他一來到踢 踢了沒多久 我就覺得他真的是一個頂級的阻集 我相信當時以為 又找到一個新的艾雲 誰知道呢 好景不常 踢了三季 他就走了 這件事 都是我自己一個遺憾 我認為 這個牽絲是一個很好的阿根廷的阻集 他是幾全能 即是攻守都很全能 最後後期是打過去中堅欠 見到他的防守一定是很穩陣的 但進攻亦都有貢獻 當時他被什麼摧毀了呢 又是被傷病摧毀了 即是 他來到的第二季和第三季 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傷 第三季的時候 還重傷 即是一開禮就重傷 但有時蔡詠室買 就因此飛虎 到當時 畢格遜因為他傷做 就買了我們的艾夫拿隊長回來 最後也是被艾夫拿取代了 艾夫拿踢得好 就被我們賣去黃馬了 所以他踢得三季 就算很好球 都選不到他是最佳球員 即是這個沒辦法 好 最後就是只有兩個球員選 艾夫拿 艾雲 即是這兩個 我認為都是頂級到 不能再頂級的阻集 艾夫拿大家應該比較熟 即是各位年輕的球迷 都應該看過 我們的隊長艾夫拿 踢了379場 即是為我們效力了八年 這八年獲得很多冠軍 五屆英超 又是有歐聯 有三屆最佳的英超 阻集都被他獲得了 當時跟艾舟的高爾 兩個都輪著來獲得 都是當代最佳的阻集之一 入了十球 做過隊長 都是頂級沒用之熱 艾雲 我相信大家 有些年輕的球迷未必太熟 艾雲是1990年加盟 可能有些球迷未出生 踢得更久 踢了十多年 出場比艾夫拿多 出了五百多次 值得一提 而是我們曼聯入球 歷史上最多的一個後衛 五百多場 入到三十三球 還得到英超 7屆英超 一次歐聯 所以兩個怎樣選擇呢 我認為 兩個都是長期頂級 很久很久都是一個很高水平的阻集 也是球隊的中流底柱 當年艾雲的風評很強 即是是一個最穩定的穩定先生 艾夫拿就叫我們前鋒華 進攻是很厲害的 常常插上去斬球 助攻很多 但我最後呢 我也是會選擇艾雲的 也不是因為我喜歡那些舊的球員 而是艾雲呢 即是剛剛說到 歷史上最多的入球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 他除了做自己左閘的本職之外 其實他的腳下功夫都很厲害 即是有 當時其實有很多好的球員 但是 很多的佛球 十二碼呢 都是他操刀的 而且他入球呢 有不少是軟射 即是看到他 其實他的腳下功夫 他的腳下功夫也很重 而且我覺得艾夫拿有點瑕疵 怎樣說呢 他頂級頂峰的兩三季 是很全能的 攻守兼備 但是他初期來到 其實是一般的 而且後期年紀比較大 臨近三十歲左右 有時候不是很能夠回來 見他有時候攻了上去 後面也是會失下位的 但是沒有什麼大的錯誤 那麼 脫漏呢 主要是因為他的中堅拍檔太厲害 即是當時是維迪和佛迪南 那麼 有這兩個中堅把位 其實你踢閘就很輕鬆的 你上了去又不太用回來都可以的 還有其實當時還有一個好用的 即是很多球迷都叫我講的 即是我們叫薄智星 其實都是踢左邊多 那麼艾夫拉有了星仔 也是防守過 即是他的淡紙分薄了很多 所以你對比艾雲 艾雲十幾年其實換過很多隊友 當時都不是什麼頂級的隊友 即是有一段時間 其實在英超都挺受壓的 即是不是踢得斑霸那麼厲害的 但他仍然都是頂級的 所以我認為呢 即是獨當一面的能力呢 所以我認為艾雲是比較強一點的 即是稱先一點的 還有我們的一個名宿 另一個名宿叫白賴人粒神 其實都評價過這個艾雲 是叫做什麼 他叫做一個安靜的刺客 即是你踢一個後衛的時候 你可以得到一個刺客的稱號 其實都是代表他進攻上面的貢獻 都是非常大的 好了 即是講到這裡 今天講到左閘 即是講了兩個位置 下次就會講多一點 因為不用講那個intro 即是介紹都可以少一點 我預計 下集就會講中堅 又集可能會講中場 大家不知是否同意 即是艾雲和絲米糕 我就選了這兩個球型出來 好了 大家有什麼意見 記得在下面給 還有之後會講中醫 即是還未開始的 但不要緊 我相信時間還有很多 即是英超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復到賽 對嗎 好 今集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